因武汉新型冠状病毒 病丸的人数每日递增 面临严重疫情带来的全球性恐慌 悲心无量的紫光上尸 心系东方受难的众生 于2020年2月2日 在圣山佛国健康大厦 特设慈悲圣坛 带领圣山二众专门举行三场 抵御瘟疫的祈福火攻大法会 紫光上尸慈悲开示 火攻 法会 请不提示 通过我们这里的 我 通过我们这里的 火攻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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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个 所谷世界 他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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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灾 并且 之光 开始通过 圣山佛国 散发到 整个所谷世界 像 想说佛世界 那是有缘的人 保护 感念五方佛十方菩萨的慈悲 紫光上师的慈悲 参加火攻法会的 神山二重 泪如雨下 念动 紫光上师清传的 书圣秘密真言 为受难的众生 祈福消灾 高维度 世界的佛的能量 与众人所发的慈悲心 完美融合 现场的加持力巨大 救度众生的力量 瞬间向外发放 紫光上师赞扬二重 用自己的能量 用自己的呼吸 来帮助 那些肺 温率伤害的 受力 减少他们的痛苦 减少 他们的 全国人信 圣山记者 莲子新报道